欢迎来到我的《台湾旅游》 EPS3 今天的早餐吃的是单单汉堡 是台湾的连锁快餐店之一 我点了米糕和鱼肉面线 吃完早餐 我们去了一个非常地区的鱼市场集市 我觉得来台湾行 一定要来这些非游客来的地方 才能感受到当地的风俗人情 周围海见的摩托车 流浪狗 还有每一个摊饭没有出来的烟火起色 这个鱼市场有卖很多海铲特产的干货 我们经过一个摊饭 看到有乌鱼籽 这个是台湾独有的特产 算是非常贵的海鲜产品 通常烹饪它的方法 就是凶巧过后加调味料食用 当我们来试试乌鱼籽究竟是什么味道 我觉得又咸又有鱼腥味 当零食的话应该吃不到很多 比较适合搭配饭粥 继续我们的旅途 突然在路上发现了一个买白糖果的摊饭 我想这个就是坐小绵羊的好处 随时随地都可以停下来买小食 白糖果都是它们非常地道的铜板美食 虽然没什么营养价值 不过很适合当突然尝试小食的甜品 它的口味就是散满白糖的柔条好处的口味 刚刚炸完坐小绵羊的方便 突然天公不撞美落大雨 没计算啦 只可以找个7-11朵鱼了 所以说坐小绵羊真的又好又坏 方便是方便了 不过天气不好的时候就真是阴公珠了 今天的行程相对比较轻松 之后我们就来台湾文学馆来讨议一下情操 这个文学纤丝机就是你按下按钮 接着就会有个人仔开门出来拿签给你了 如果你抽中大大急 今晚就要请人吃饭了 晚餐就以虾仁饭结束美好的一天 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吃台南的虾仁饭 每一粒饭粒都占满了虾仁质 非常鲜甜 第二天早上的1月从美好的早餐开始 来台湾我最期待的就是每一天吃不一样的早餐 今天选了米糕我真的太喜欢了 这个是指淡饼我可以反复吃的早餐之入 软裸的糯米饭搭配鱼松 再来一碗鱼肉汤和猪头皮 吃这样一顿早餐早盒 整天都能量爆满 这样的早餐只需台币208元 相当于澳币10刀 性价比超高 下午的行程是陪从高雄来的朋友去安平树屋行客 安平树屋其实是一栋老鼓房 黄皮熊树攀附生根的状况 想打造一种屋鼠共生的关系 掀开屋顶 让阳光直接照过鼠叶之间 游客就可以穿梭去扫屋之间打卡 来安平一定要吃的就是阿财牛肉汤 用当天的温堤牛肉汤农汤真是鲜甜美味 我发现来台湾这些小食店用餐 一定会搭配一碗肉粥饭 不知不觉到晚上时间了 一天行程真的很丰富 我们突然看到一个夹娃娃机的商店 走近才发现这个和一般的夹娃娃机是不一样的 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零食、饮料、日常用品 连女生用的卫生棉和洗面筋都有 只可以说台湾人真的多懂做生意 这个就是日去一定要花钱的节奏 晚餐之前我们又来吃了高茶 这间店叫做Komedas Coffee 来自日本的连锁咖啡厅 我们点了一个冰与火蛋糕 搭配黑咖啡简直夺绝配 旁边就是全年福利中心 是台湾的连锁超市之一 我发现来一个新的城市旅游 行超市也很有意思 不得不觉亚洲国家都是比较好 像这种冰冻的肉类 全部都帮你切好分钟好 真是早福上班逐回家做饭 还有各种蛋糕、面包、早餐 每一个我都想尝试 又到早餐时间 在台湾每一天都可以吃吃吃 今天的早餐是碗仔鱼甘 外形看起来像蒸肉饼 吃起来软酪酪酪 散发了浓浓的米香味 台南美食都会偏甜口 尤其是他们每一道菜都会搭配醬油膏来吃 今天是我一个人CityWork的行程 在网上找了几间店去探店 最近很流行的City Walk 起源于英国伦敦的London Walk 就是无目的性的漫步在城市里面 深度体验城市的人民景观 台湾的家境会比较偏旧 城市规划偏慢 所以给人一种很古老的感觉 但这里有很多小街小巷的文艺咖啡厅和美食 都值得大家来试试 首先来到这间Team Drum Cafe 这是一间老屋改建的咖啡厅 所以你会穿梭在老房路巷子里面 然后来到这个隐蔽的地方 整个咖啡厅从入门那一瞬间 就是全日式装和的风格 大家可以在庭院喝咖啡晒太阳 也可以入屋用餐 他们的食物以减餐为主 超级推荐大家点这个抹茶松饼 真是有经验到我 除了松饼和抹茶 它还有搭配提纸 蜂蜜和抹茶 这几只可以说是完美搭配 完食之后来到下一个地方 A Cave Store 美式復古中古店 城监店的中山风格 很YK2的风格 喜欢中古物品的人 一定要来逛逛 一楼还要卖首饰衣服 二楼海影带头铁和买胶片相机 请问你现在在吃的是什么 台湾的传统美食苦茶 因为我长了一颗青春豆 我想要去干净 帮我来试一下 真的很苦吗 像中药一样吗 没有我的生活苦 还好啦 你接受啦 那就是后期会有一点点干苦干苦 刚喝下去其实还蛮清凉节的 不错 不错吗 不需要试一下 你不要等下我关掉camera 你就那个勒 那还好 后期有一点点苦 到入口还好 那你要喝完诶 可以喝完了 收回刚刚的话 我发现这个河河就很苦 而且它是苦到我的喉嚨里面去 不能喝太快 你慢慢一口一口就去尝尝 它那个干甜的味道 喝多的话就会有一点点像咖啡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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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 一点难以下眼 哈哈哈 不可以说回来 比我的生活还酷 依旧在吃美食的路上 现在来到台南中西区 这里简直就是美食天堂 首先吃的是福星小食的鲜鱼 以免 唯一的缺点就是 份量太少了 一下之后吃光 不过都好 可以留着肚吃其他东西 我们还点了一个豆花 我想到这么好吃 其实台湾吃豆花 最主要就是吃它的尿 如果尿好吃 那这间店肯定不会差 晚餐我们选了 我一直想吃的猪油拌饭 这间店是建于1933年的 红砖三合院老集 修修补补 木造建材和红砖 整个范围古色古香 相当传统 长时间的破购 反而增添了几分历史感 老集之后就用作烧烤 宵夜和台式居酒的生意 十四年过去 这里都是台南好值得打卡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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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